欢迎收听《灰衣街思考》 我是叶子娟 本期节目由一号课堂赞助 一号课堂是一个声音知识订阅服务平台 课程有声书超过三千级音档 随选随听 让你学习有如追剧一般轻松 怎么样 艾大我这个开场学你学的像不像 有像啊 有像啊 那如果今天换你要怎么讲 是我啊 我不会像你这么一扬顿错 我就是死于一样念过去去结束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现场的来宾都是财经界 年轻人非常非常重要的意见领袖 刚刚已经剧透了 大家已经听到的是古爱谢梦公 嗨大家好 我谢梦公 另外一位呢 是财经验平方的创办人Rachel 哈喽大家好 我是Rachel 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算是蛮特别的组合在这里呢 当然是因为我们的主委谢梦公出书了 这个书名呢 就叫做灰街思考 当然除了实体的 纸本的书出版之外 也会有电子书 还有可以用听的 有声书的出版 而这一次的灰街思考有声书 将会由百灵果的凯莉来配音 最后会上架在一号课堂 好啦 这个主委先回来问问你了 灰街思考 这个书名 蛮有意思的 是你想的还是编辑大大想的 不是啊 编辑想的一定不会想的这么文化 他们想的都是很市场的那种名字 就怎么马上学会做股票之类那样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书名 书名是书写完之后才想的 就觉得至少把书名取得好 大家看到就不会以为是哪个杂鱼出的 可能以为是国外哪个大师 对所以书名取得好的话就 对于整个书的销售应该是比较好 就想了一个我觉得很酷的名字 所以你觉得这个酷的那个背后 你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其实想要传达的道理啊 蛮简单的啦 就是说也不要只看台湾财经界 尤其全球的财经都这样 大家就是比方说今天谁比较厉害了 起来了 然后大家就去攻击他 然后不然就是各个派别 也不一样的投资的派系 大家就喜欢去互相去抨击去攻击 那其实以我自己的投资的经验来说 虽然对我才二十几岁而已 我没有很老 没有说什么像人家有三四十年的经验 可是我一路上看下来 我觉得其实很多方法都是可以做的 然后自己身边的朋友 也都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切入 所以其实各种方法都是好方法 都是可以 只是因为说因为你的可能收入不一样 存款不一样 你爸妈是谁也不一样 对所以条件不一样 你就有不一样的做法 所以我希望传递给大家就是说你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其实这本书的核心还是要去帮一些 所谓的比较菜籍项的人 比较可能刚进市场的人去避免一些 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些陷阱 大概是这样 好啦我自己读起来说 我感觉他就是很明显想要告诉大家 这世界上不是只有零跟一 不是那么绝对 就是可以从中来找一些中间的一些灰阶地带 对好啦那同样的 同样欢迎Rachel的同时 今天为什么会愿意来加入我们一号课堂的邀请参加这次录音 我刚前面说你们两位 我刚想把我自己也讲进去 我们应该都是这个年轻人财经界的一个指标性人物 来吧 Rachel怎么会想要来参加今天这次录音呢 为什么会想要参加 还是其实你百般不愿意来 其实我觉得古爱这本书我有完完整整的把它看过一遍以后 我才答应说我要来参加这一次的Podcast 谢谢谢谢 真的真的 那其实我是在看到这本书的应该是二教吧 二教的时候我一翻到第一页 我就看到了一句话 他就说黑白之间都是灰 然后看见无限价值的所在 那其实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兴趣了 因为其实就是像 其实在投资市场分析那么久 你会觉得他其实真的不是只有零跟一 然后投资的一个交易的行为 其实也不是只有买进或卖出这么简单而已 包含你部位的调整 你风险的控管 然后以及胜率 其实未来从来都不会是一个既定的事件 但是他可能是一个胜率 他是一个几率 所以他不是零跟一 也不是买进或卖出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我完整整把它看完以后 其实我是很认同这本书的一些理念 谢谢谢谢 分享给大家一些想法 好我知道基本上我们的听众不会希望我们一开始听这两位在那边互捧 所以我知道大家一定想要来听一些实际的内容 对 赶快捧一下吧 他们安平方什么都捧公司这么大间 讲座开这么大 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 没有老实讲安平方真的在台湾投资界帮很多人 然后就他们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图表 其实老实讲有些图表我之前在找的时候 我都需要去找国外的网站才会有 比方说像最近我就在找这个标普500的融资跟标普500周识 然后他们就有 对我觉得很优秀 因为一般这种其实只有在海外的网站找得到 所以他提供给 就是也不一定是台湾 可能连中国这边我相信应该 大家对这样的东西会有兴趣 就是本来在国外才取得到的一些资源 他们把它放出来 所以我觉得是很酷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两位都一直在希望跟年轻人传达的 就是要自己要懂思考 就是自己在做任何的投资决定的时候 要有思考的能力 好啦 但国外书上也讲了很多 教大家大概可以怎么样思考 但我今天就想要更具体一点 希望两位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 今天我们录音的这一天是2021年的4月13号 那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去年的4月13号 去年三月底二十几号那时候是股灾的 相对最低点的时候 所以到了去年的4月13的时候 大概大概就是反弹了一点 我掉了一个数字哦 美股S&P500指数到4月13号去年的时候 大概是反弹了大概百分之二十六 台股的部分大概是反弹了百分之十八 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你知不觉去年4月那时候市场上都有个声音告诉你说 反弹之后不要剪 因为还会再跌还会再打第二只脚 叫大家不要进场 应该有印象吧 去年的这个时候有这种声音啊 所以我一开始 现在我想要请两位分享一下 就在去年的4月13号这一天 回想一下当天你们有看什么数据 或是看什么资讯 你们做了什么决策 当时你们怎么面对市场 谁先来 Rachel 你现在还在想对不对 我可以先来市场 我给Rachel先 我觉得当时不是只有刚刚子娟说的一种说法啦 各式的说法都有 然后各式的讯息消息 基本上就是满天飞 那那时候我印象中也不是只有4月13 整个一个上半年 甚至到下半年年中的时候 我觉得我跟团队的压力都还蛮大的 那那时候在乎的其实也不是自己的一个部位 或是什么的 更在乎的是 那大家是有没有从这一次的一个疫情 或者是这个事件里面 有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部位 或者是有没有从中学到东西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不知道可能是研究员的宿命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在拼命去查找一些讯息 其实在三月初 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 就有一些讯息 他就是透露出 这一次的肺炎疫情好像真的蛮严重的 那那时候我们也提出了三个 比较像是落底讯号的一个部分 包括说我们会提醒大家说 像肺炎指数好转的煤 或者是有一些数据 他公布的时候 关键的数据 他公布的时候我们利空不跌 跟根据我过去的经验 其实财政政策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他是直接 最快的 换钱进行给大家的 让大家是有所依据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说 但你在投资的时候 有所依据是非常重要的 那伴随这些落底讯号一个一个出来 然后随着中国数据在四月开始好转 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 是中国就是当初最严重的一个区域 当他进行封城 进行休克室疗法之后 他开始好转了 那可能最坏的状况可能就慢慢过了 那随着一个一个的数据去确认 包含像是美国的一个储蓄率的一个状况 消费的一个状况 或政策的一些提出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整个一个趋势就慢慢成型了 那这里其实也echo刚刚的一个分享了 包含就是说 整个趋势他也不是说 在某一个时间点就突然从零变成一 趋势的一个成型也是慢慢的缓慢成型的 他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就突然改变的 那像胜率也是 投资也是部位也是 我印象很深刻 其实当时有很多老师要你买 在某一个时间点 可能他会提出说 这时候买进啊或者什么的 可是他可能在崩的第一根就要你买了 那当然有很多老师可能在 从头到尾都不看好 那他可能从来他就也没有看好 所以我这边也是会一直提醒大家说 那你在做这些部位的一些买卖的判定的时候 你有没有依据 那其实那个时候是有很多依据 可能你可以参考的 OK 好一样 我还记得吗 当时的你 我其实美股那一次受伤没有到很严重 为什么 因为台股1月30 就是先跌了 白包行情 我那时候人在欧洲 那我都会凌晨起来看盘 就是要起来看一下说 今天状况怎么样 一起床看到全部都是跌停的 就是手上一刀一刺骨是跌停 就不用看就回去睡觉 你也不会想要再 因为你知道这种时候 就是过往的经验 你跟着大家恐慌跑 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对就是接下来 就是你要想说你要怎么办 那其实接下来 在后面的几个月 因为后来我就回来台湾了 然后回来台湾之后 我是觉得 你知道当你很恐慌的时候 特别是你周边朋友 因为大家看到跌停 就大部分人 他们是看价格的作势 对啊 没错 因为很少人 老实讲我们讲难听一点 很少人可以做到 所谓的真的价值分析 然后讲得很好 大家都是看价格 价格好的时候就是戶国神山 价格不好的时候 就是你是个垃圾 就把你骂下去 那其实那时候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是 像是Hower Marks 他就持续在写 他的备忘录 然后备忘录就写得很清楚 就呼应刚才Rachel讲了 就是市场上 一定有人跟你讲说 现在就是可以买 你就用力买了对 虽然那可能就是第一根而已 他就叫你用力买了 那又有人就跟你讲说 不要买 就是台股应该要回去 7000点 甚至6000点 有很多人的手法 没错啊 甚至现在市场上 都好像在讲说 要回去3955 历史低点 然后想说那你妈的看你 这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要投资 对 那我觉得其实 其实Hower Marks 那时候的备忘录 因为我最早在节目的 前几集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备忘录的内容 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他的意思讲说 就是对于整个 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讲 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 因为整体的经济衰退 所造成的 整体世界的衰退 它是因为 我们要去停止这个疫情 所以我们人工去 把经济给停止 那既然是我们人工去停止的 只要他没有 不然说出现 很重大的流动性风险 然后大家一起 连锁倒掉的话 倒在的话 那其实 他是在相对 还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所以他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说 那你不然就先买一点吧 你买一点 那你明天反弹 你就很高兴说 给我买一点 那如果说明天跌 你就很庆幸说 我还有很多钱可以买 就是我不是只是 就是一次的重压 对那其实就 就连Hower Marks 他自己也没有抓到 真正的低点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知道台湾很多投资人 他会要追求一个 很绝对的数字 告诉你没有人知道 他如果知道 他就发财了 他还跟你讲干嘛 对因为像Hower Marks 他当初在 我记得好像四月多的时候 他在访问里面就有提到 他有准备一个 好像类似就是 distress fund这样 他有150亿 他没了150亿 然后他要等第二只脚 就像你讲的第二只脚 但是后来在六月多 访问的时候 他已经all in了 他就跟大家讲说 他已经全部都砸进去了 所以其实 他可能心中也有去 准备这个剧本 就是假设说 后来有再一次的回调 那我要怎么做 就是我可能就一笔钱可以打 可是如果没有遇到回调 那怎么办 因为你钱放在那 他就会产生cash drag 就是你的 你的绩效会被你现金的 不会太大会拖累到 所以他就把它整个丢进去了 所以他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就是可能像Rachel说的 我会看各个数据 我会看联总会的态度 那其实联总会态度 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我会疯狂的印钱 就是傻傻傻傻 我就说傻到底就对了 所以他们的态度很明显 可能也因为这样子 去影响得到他 不然说他本来可能 可能要等第二只脚 后来就不等了 所以确实我们要看随时 包含说可能总经界 或是其实像那时候 川普讲话也是很重要 所以当他们的态度 有一些很明确的说法 说他们要往哪个方向来走的时候 其实他就随时要去调整 就是你现在的部位 到底该怎么样 那他也不会是一个 什么all in all out的过程 你可能就是用一个百分比 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听到这样 我们其实拿去年的那个 最极端市场值的一个状况 来听两位当时对市场的 一些分析跟一些想法 但是就如同书上 一直希望大家都可以 培养的试独立 还有就是要如何学习 第二层的思考 说真的就是 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啦 那就像是投资大师 我记得这个古埃在书上 也一直提到这个名字 班杰明格拉罕 他就曾经说过 他就说 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 套句里面说的 这个小韭菜 门外汉的话 你只要努力一点点 或是只要有一点能力的话 其实你就大概可以有一个 不是特别突出 但是也还不错的绩效了 但如果你要从这个 不是特别突出还不错的绩效 要在更上一层的时候 那时候的增加的那一层 可能就要付出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然后还有一些智慧 好啦 那顺着两位刚刚的回答 我想要问的是 那你们总不会一开始 就会这么的有判读力 这么有思考力 这么有这些观念 你们有做些什么 是有意识性的训练吗 这换你先开始了吧 好 没有 我觉得出这本书 不知道告诉大家说 我多会有多行 我多会判读 就是认真说 就到现在 我包含说 我回去听我 最早一年前的节目 我觉得 讲得跟死一样 就很想把它全部删掉 那我相信可能两三年后 我又觉得这本书 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其实人都这样 就是你一定会慢慢觉得 自己有优手不足 对啊 就是你一定会这样 如果你没有这样 也是蛮可悲的 对啊 我觉得我要分享的东西 不是告诉大家说 你该怎么样可以做到 最正确的判读 不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没有正确的答案 我觉得不需要有正确性的判读 可是我觉得光是要有 自己的想法理念 要有那个能够去解读性 这其实就已经蛮难的了 对啊 没错 所以我希望分享给大家 就是说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什么东西是绝对 百分之百正确的 也没有这样的 像真理式的答案 所以其实能做的东西 就是我们 我们至少去找 对的来源 因为像我里面 有提到一个点 就是说我觉得 原型食物跟加工食物的差别 对 原型食物就是你吃一条鱼 你吃一块肉 加工食物可能就是 鱼肉丸鸡肉丸 那当然它如果佛心一点 它是真的拿肉去打的 那如果不是的话 就可能加一些 化工的东西进去搅 那我觉得在财经 有很多的数据也是 就是不管是数据或说法 它也是有分原型的 跟是加工后的 原型的就是比方说 你今天去买一本 巴菲特给股东的信 它是把它的过往的 股东信整理成 集结成册 然后按照不同的类别 去帮你分类 那你当然也可以买到那种 比方说 人家去解读 巴菲特怎么说 那如果说 你今天找到的是一个高手 高手去论高手 那当然好 但是很多时候 你就是找到杂鱼去论大师 所以这杂鱼的解释 可能根本就不好 那再来就是 好就算你要去找别人的解释 你也应该要 至少原著你要先看吧 你要先 对 可是我发现很多人 他其实不会去看原著 所以比方说像一些 经济数据也是一样 像比方说近期 美国的成长股 有进入一个修正 那其实修正 当然很多人觉得说 是因为国债殖利率往上拉 所以可能估值的重新调整 那很多人觉得把这个 就视为好像是一个绝对的利空 因为它让估值调整 但是某个程度 你把它翻面去讲 这个殖利率上升 是代表说 对于未来经济前景 是好的 对 所以你看他同时 就是有好跟不好的现象在里面 那或者说今天 像拜登 他最近又在下了一个 实体的制裁 就是中国的公司 那就影响到台湾 像比方说 事情就直接跌停 已经第二根还是第三根了吧 对 那像这样的做法 一样市场上就有两种说法 因为其实去年也发生过 当他去制裁的时候 那时候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是华为 所以其实大家会想说 会不会台积电掉了第二大客户 会造成很大的受伤 会啦台积电客户排队的呢 对 我们现在看到排队 但是比方说 像现在你就可能要去解读说 那现在受到第二波 现在拜登要去打中国 造成影响这些公司 他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单去补回来 或是怎么样的 对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你 去做很多的阅读 因为其实基本上 你看到谍的时候 报道一定都会跟你想 他完蛋了他很惨 你如果去把台积电那时候 报道找出来 没有 大家没有说他是护国深山 大家觉得 可能我们台湾会被扫到台风尾 但是之后台积电涨上去之后 就好像大家都忘记这件事了 他就变成是护国深山了 所以你在市场的当下 其实你都会收到 各式各样的讯息 那讯息是 我觉得现在讯息是完全不值钱的 因为讯息太多了 你要怎么样去判断才是重点 可是判断你也不能确保 你一定是对的 所以我们的做法其实就是 大概的去抓一个 我觉得胜率高的地方 我去压住 就是这样 那我们其实在训练的过程之中 也是比方说有时候你就会看错 可是在看错之后呢 你就是想办法去把下次 把自己调回来啦 就是还是要往一个 就是累积自己判断 实战就对了啦 对就是这个判断 没什么好说就是实战就对了 长期一直累积 我觉得呼应刚刚主委讲的 这个圆形实物 圆形数字 数据这个部分 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是在 财经电视台上班 然后我承认 我承认哦 我们如果以电视台来说 我们可能会看到 网路啊 平面媒体啊 出了一个什么报告数据 然后我们就会直接 新闻就开始去做出来了 但后来我们的确会发现 逐渐会发现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会去 假设它说是世界银行的数据 然后我们就去 回到真正世界银行的网站上 说发现数字不对 比如说3.8% 然后其实新闻写成2.8% 真的有 这个是那种最低阶的啦 所以后来我们就会 就被逼 就会被训练说 不行不行 你就是即便看完了这个 你还是必须要 回到最原始的队拿出来对一下 而且像有时候 有啦我们财经媒体有进步的好不好 没有我不会毕竟财经媒体 我都很常跟他讲说 大家说财经媒体是出货的 我说没有啦 还是有很多很好的东西 没有因为坦白讲 就像你刚才讲 那是最低阶的错误 但是还有些是 稍微进阶一点 我觉得其实低阶错误还要 因为低阶错误很容易发现 稍微进阶一点是比方说 今天可能鲍威尔或是联组会的 这个董事他们讲了一段话 你会发现很神奇的地方 是同一段话到大家完全不一样 对啦没错啊 就是因为你十句话嘛 结前面五句跟结后面五句不一样 就会完全不一样 对 好啦那Rachel呢 你呢 你觉得你要怎么样有意识的 训练自己的判读能力 你都怎么做 我觉得这就像是我们公司 在训练研究员一样 对对对 研究员训练可能就是三个重点 一定是这个研究员的特质 尤其是我觉得现在 如果有在投资 应该每一个人都可以当研究员 就好好去研究一下 自己的一个投资啊 部位的想法 那我觉得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足够的好奇心 就是其实也echo刚刚两位所说的 就是你看到这个数据公布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去思考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刚刚你们也提到了很多例子 那我也想到一个例子 譬如说 我记得是上个月的非农公布的时候 然后非农就业数据一公布的时候 然后我记得美股是直接先跌的 然后就各式的新闻出来说 非农公布不如预期啊等等的 可是尾盘最后是收涨的 那另外的一个解读方法就是 非农的一个状况 其实是持续在成长的 利宏出镜 不一样的说法 所以我在解读这些 不管是原型数据 还是一些政策的一个分享的时候 一定会去先请研究员去看说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那就原型数据 或者是原型的一些paper 非常非常重要 像我们在看联准会的一些利率声明的时候 一定会把他的statement拿出来看 然后甚至去比较跟上一次的一个会议 有什么样的差别 然后从中再去找一些分析这样子 那这是第一个就是好奇心 那第二个就是 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永远都不是准或不准 因为我觉得我常常跟我们研究员讲说 一个好的研究员的关键其实不是准或不准 因为准或不准有时候是胜率的问题 因为他不一定 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对 所以常常他的那个胜率 他其实是几率 不一定一定是准或者是不准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那你的逻辑是什么 就你有没有从你的一个看到的一些资讯里面 去找出一些逻辑 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很重要 然后你的逻辑能不能说服得了人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 就是看长一点吧 比如说我常常会想说 当我投资这个标的的时候 那你未来三年还想投资他吗 那巴菲特不是说当你在买一个标的的时候 如果你未来20年都不想持有他 就20年后你不想持有他 那你现在一秒都不要持有他 对 所以我常常会在分析 会在判读的时候会问自己说 那你觉得这个标的或这个趋势 未来三年会怎样 然后再从发生的事情里面去做动态的修正 因为我觉得我也会常常错 但如果可以从这个修正的过程里面 去学到东西的话 其实长久就会越来越准了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投资 有进入到越来越深层越来越哲学一点的感觉 我记得果然你在书上说你说投资是什么 你下的定义是本金报酬率时间还要投对胎 你是怎么想法 就投对胎是大家都很不想承认的一件事情 但是假设你投对胎 就是真的对你的整体人生影响会很大 我们简单来讲 你看台大的大家的家庭的状况 一定就是比野鸡大学 不能讲张话吧 就比你们这些野鸡大学的来的还要来的 大家的家庭水准是比较好 就是现实的状况就是这样 那今天假设我们讲到在投资里面 其实如果假设你开局就有还不错的本金 那当然你可能会因为你的观念的偏差什么 你也是可能会把这本金输掉 但是我说假设 比方说是有一千个案例这样下去的话 钱多的跟钱少的 其实钱多的第一个它的配置就比较得意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难是从 比方说你从十万块到一两百万 这是最难的 你反正要往上就没有那么难的 因为第一个是你可以更多元的配置 然后第二个是你的心性会更稳定 就是假设你自己知道说 你有本金会一直进来 你有现金流是正的 那其实你在投资上 我觉得很多人会容易比方说追高杀低 他会有FOMO 或者说今天恐慌他会跟着跑 很多就是因为他知道 这是我的鞋汉钱 所以今天我一到下跌 20%我受不了 但假设你知道你会有一直有钱进来的话 其实你的心态会完全不一样 你会知道说奇怪了 我当初可以用一百块买 假设你有认真分析 不是乱停牌 我愿意用一百块买的东西 今天变60块 为什么不要多买一点 就是你的观念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个三本注 当然投胎是很重要 可是你没有人可以选 没错啦 对没有人可以选择投胎 但是另外三个 就是本金报酬率跟时间 我觉得时间就是呼应到 跟Rachel讲的 就是很多人他做很短 非常非常的短 可是我觉得其实跟 我们是台湾人有点关系 因为台湾的股票 很多是做中间材的 中间材的 你会很习惯看到说 今天我们可能采用了某种软板 然后下一次苹果改设计 这软板就没了 所以大家会觉得 我报场的跟白痴一样 我可能就是我要吃一波行情 我要走 它不像是美股这边 有很多是品牌 那品牌一走 像我书里面有举例 就是苹果一涨 涨这么多年 他在当初 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的时候 爆出来 一定一堆人去电影院讲说 出货文啦 苹果都这么高了 你还在那边电影拍出来 结果那时候买人倒下来 是发财 大家有些人说苹果可能是 某个幸存者 可是其实在美股 你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东西 就算你不找个股 你直接用大盘来说 放给它滚 那报酬率的部分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有点机缘 然后外加你的努力 努力很重要没错 可是其实 当你认识的 比方交易员越来越多之后 你会发现 大家会开始承认一件事情 就很多东西并不是说 这个努力就可以办到的 不是说我一家公司 把它从95%研究到100% 我的绩效就会再犯上去 很多时候不是这样 反正你研究更多 你会绕塞 是有这样的东西的 所以报酬率一件事情 我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在书里面提到 就说假设你发现 你自己的选股达不进大盘 你就去买大盘 ETF就好了 直接ETF买大盘 因为这是一个 相对容易的方式 那本金的部分 这个可能就 在我书里面教会变鸡汤文了 因为我没有办法教你 怎么样赚更多的钱 但我每个人都还是要 持续地去精进自己的本业 或者说多兼一点副业 想要把本金滚大 那其实如果这三个条件 你都有达到的话 我个人觉得 就是对于仓器来看 是还蛮乐观的 好啦开个玩笑 讲到这个投退台 我记得以前 这是哪一部电影吧 好像也说 如果今天我够有钱的话 我也可以很善良 你有没有印象我这部电影 就那时候好像大概就是说 你是这样不小心 透露你的年纪 因为我们都没有听过 你看我们两个傻眼 就是前几年的片好吗 就大概是说什么 什么有一个友情人 然后他非常非常的善良 然后结果就有人说 如果我跟他 要那么有钱的话 我也可以很善良 对啊 其实有些电影 都有这个元素 上流 上流 韩国的那个 记深 记深上流啦 对对对 那片里面这样 真的不是很老的吧 对这不老 这年轻 这超年轻的 对对对 我觉得很有道理 同对胎是真的啊 就是你的本金有多少 的确的的确 没错 来 Rachel你呢 你觉得 投资对你来说 投资是什么 我觉得投资很简单 就一句话 就是拥抱你觉得 有价值的东西 你要变心灵鸡汤了啦 其实投资的书到最后都是这样 就是都在讲人生跟哲学 因为你是在讲人性啊 对 因为人性就是反映你的人性 因为比如说 像行情等于资金加行李 其实我觉得投资交易它其实是等于你的知识 假心态 那心态那一块很重很重的就是你的个性 然后你到底就是你是你的风险承受度如何啊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 你是不是很常害怕啊或者是什么的 其实都是在讲人性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经济学这么迷人 就是因为经济学就是人的行为 然后投资市场更是人的行为 对 所以我一直会觉得说 就是你如果在 你投资跟投资最大的差别啦 就是投资是 你至少有做过功课 然后你相信它 然后你反复验证 然后透过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是投资 那投资就是 你根本不知道 你为什么买 你可能今天听到了一个东西 对 那这可能是投资 可是不可否认 其实投资某种程度上 也还是有它迷人的一块啊 所以就是想办法投资跟投资 呃 凑在一起来当你的一个配置 所以接下来这一题我想要问的就是 我们从心灵鸡汤层面 我们来进行一点点食物操作层面 我蛮意外的 古安你在你的书最后说 因为你有了小孩之后 你的财务规划上面稍微有一点点改变 你在书上是想说 你现在变成是定期买入市值型的ETF 做成防守的部位 然后买全职股当你的主要配置嘛 然后留大概两成的资金 就是做刚刚所谓的投资那一块啦 任何投资 就是最后的那两成 你大概就投在一些 真的是投资 然后你觉得有意思的 你可能就放进去 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现在 我当然不会讲自己投资啊 谁会说自己投资啊 但是对 没错 就是它的风险就相对高 有点像是那两成的部位 我把自己当成是一个VCI操作 所以我会去挑一些 简单来讲 就是MarketCap 市值你不要太大的 因为我觉得你这样爆发力 可能会比较大 但当然像这样的公司 它假设真的要倒掉 它也是可以很快就不见 所以我还蛮喜欢去买 美国的SARS股 就是Software as a Service 所以我会配一部分的资金去买这个 那对啊 有小孩其实真的造成超大的改变 我在没有小孩之前 根本没有想到 我会就是有这些种变 我觉得你这样很可怕 小孩都还没出生你就这样 我小孩都还没出生 我就已经大概花了 应该已经快千万了吧 就是一些相关的布局的东西 真的就是不夸张 然后在外加比方说 之前根本就想说租到老旧 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 台湾的房子是很贵的 可是租金是很便宜的 所以你可以用这么便宜的租金 去租到一个超贵的房子 白痴才要买 对可是我现在就变成个白痴 你买了是不是 对啊就是开始 你的想法就不一样 因为有小孩之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本来根本没有想这些事情 那所谓的开始去往一些稳健的方向走 其实也是 我觉得是反映到 不只是我 身边一些朋友就有在做交易的 其实大家都对于不确定性 是还蛮尊重的 就很少有人 除非是那种他摆明月 就是我要来麦尼克之类的 有些那种很有自信的都是这样 那种真的有在做交易的 我个人觉得 其实大家都是还蛮谦虚的 就至少在市场上都知道说 我们根本猜不到明后天的行情 我们根本知道 我现在赚的有可能 比方说我两年后会倒回去 但是我有信心 比方说我之后还是会再回来 可是短期上真的太难预期 因为你不知道 会不会再打一个贸易战 会不会什么 那你一定就会受伤嘛 那所以 我的做法之前是 几乎是百分之百 就是在主动的资金里面 我自己去挑 像Rachel讲 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对 那现在就变成说 因为我知道 就是 我不是一个人的 所以 我不可以自己 比方说我像以前爆掉 爆掉了不起 回去打工啊 然后什么 回去上班啊 可是 现在就不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就选择 其实我跟听众的建议 也都是这样子 就是你 你还是以大多数的部位 是以所谓的ETF为主 因为它是相对保守的 对 所以我是为了小孩 就有规划一部分的部位 去买ETF 那其实我本来 自己的部位里面 就是以全职股 居重 我比较喜欢买全职股啊 因为我相信大者很大 但大者可能会倒 可是 我不会去求说 我需要 把很多的资金都压在那种 可能会翻十倍以上的标的 我反而觉得 比方说我压一些 以我自己的持股 因为节目都会讲嘛 我蛮喜欢的 像Tesla 可能大家觉得 稍微偏投机一点 但NVIDIA 就是很保守 Microsoft就很保守 亚马逊也是相对保守的东西 就以这样的东西为主 然后配一部分 对你讲的投机 就是那种 小公司 他可能今天 你PE不要讲啊 你根本算不出PE 应该根本没有earning 对 然后如果用PS去看 可能那PS直接是高下人 40 50 对 但是我就相信这个东西 他可能会对 未来的世界 造成一些改变 所以我就愿意去买它 比方说像Square Square就是一个 我觉得相对风险高的东西 但是因为它很酷 很好玩 所以我就喜欢去买一些 这样的东西 在配置里面 所以其实我配置也是 蛮多元的 就有小孩之后 有加入更保守的大盘 可是就算之前没有小孩 我也是以大权之骨 然后配一些中小型 可是听起来 你的那个两层的那个VC的那种 其实也不是在做所谓的抄跌 就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那种 某只股票连续跌了好几根跌停之后 他就喜欢去抄 没有 我还是喜欢买我了解的东西 因为我这样输 我输得比较过瘾 我知道我自己看错是OK的 可是有时候 但是我还是得承认啊 有时候还是因为 因为你身边有很多厉害的朋友 你就想说 你把他们当成是 就是你的研究员一样 虽然你没有付钱请他们 但他们会跟你分享说 我觉得什么都很酷 对有时候我会因为这样子 我就去买一个标的 所以没错 就是很多人以为说 所以这样 就是果然你今天出书了 然后你录节目 应该你就不是像韭菜这样 会去听牌吧 没有会 因为我知道哪些朋友厉害 我还是会愿意 因为就等于说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 所以我还是会拨一点资金去 但是我自己很清楚 我会知道说 因为那个是我去跟人家的 所以那个部位 我一定会压很少 所以其实差别就在于说 你可能刚进市场的人 大多数人就想 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 你直接告诉我名牌是什么 就跟我讲四个数字就好 对你跟我讲四个数字就好 我就是九成资金压进去 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 呃呃呆了时间越来越久 假设你有成长 你就知道说 大多数的部位 你还是会想到自己去掌控 那有些东西 你可能是用综合的方式去持有 比方说 你可能厉害的朋友跟你分享 或是你在报章杂志上 看到觉得很有趣的东西 也不要觉得什么 报章杂志全部都出货文 因为其实里面有很多 很赞的东西 那些记者帮你挖出来 那你最后才发现说 哦原来他讲的时间这么早 对所以我还是会去看这些东西 然后你的防守范围是有限的 但是大多数的去压 你防守得到的东西 那少部分的呢 就是那些你觉得 就像你讲的 少部分有一点投机不合 我觉得那是很正常 那是无法避免的 很正常啊非常正常啊 除非你是圣人啊 因为赚快钱 其实是很过瘾的事情啊 没错啊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就承认自己的人性是这样子 然后去做好相对应的配置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对而且我觉得 从管理上看到 可以跟听众朋友大家讲 可以大家都去结婚生子 这样就会变得比较积极正面 Rachel你呢 你现在你的实在的操作的状况 我我没有小孩啦 但是我的一个 整个投资的配置 也是配置在三个 主要的一个地区 第一个就是风险性资产 然后再来就是房地产 然后再来就是财金平方 创业最高最高风险 最高风险 对那我觉得风险性资产 它就是比较偏向像 国外刚刚分享的 就是因为我是研究员 所以我还是比较偏向是 仰赖是主动型的一个操作 包含就是说研究说 现在的趋势 比较偏向在哪里 譬如说像去年到今年的 现在可能会配置 比较多在美国啊 或是台湾的一个方面 因为美国它主要就是 还是包含它的财政政策 包含它的一些经验数据 包含它的货币政策 其实目前的一个状况 都还是不错的 那台湾主要就是 也是搭上这一波的一个 生产力跟科技的一个循环 所以这边可能会布局的 再多一点点 但是它会随着时间 去做一些改变 但是我不可否认的 美股真的是胜率最高的一个 的一个区域啊 我常常会问我的一个客户 我说你可以买苹果 为什么你会想买苹果概念股 对因为苹果一定是拿到最多利润 跟一个最高毛利的一个地方嘛 所以我常常会问大家这个问题 那这可能是风险性资产的一个地方 的一个布局啦 就是我会先从top down的角度 先确认说 现在的一个景气在什么位置 然后哪一些区域的一个状况比较好 然后哪一些的一个商品的一个表现比较好 然后甚至再当到个股 用top down的一个角度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 操作的另外一个部分 是在房地产的原因 其实不是因为房地产看好 是我在逼自己储蓄 我认同这件事情 就像刚刚古爱讲的 我其实是在防止自己把赚的钱 赚的钱再赔回去 就在投资市场上 我想要防止这件事情 其实我认识蛮多的人都是这样 就是如果在风险市 在股票上面赚到钱之后 的确就是会往房地产上面摆进去 就是我可能会 所以你现在知道怎么房价不会跌了 就可能会每隔一段时间 然后如果我投资上面有比较顺利获利的话 我可能会拨一段 拨一块的获利 投到房地产里面去交一些本金这样子 确实 那这个其实我是在防止自己做出错误的一个举动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有可能会错 而那个错可能导致我把 我好不容易赚的钱 那我下次可以约你一起去看房子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自己在逼自己出去的一个方式 然后第三个就是财监平房嘛 不管我的身心或财监 或者是钱我都是投在财监平房里面 对 这个三大部分很不错 你都没有想到自己创业吗 我有 再创再创 古牌之前就有点我觉得歪打阵凿出来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本身 我有丢旅馆 我有丢狗屎 闲销公司 然后最近要丢润化液 就我觉得很酷的小生意我就会丢啊 但是其实老实讲 你知道很多人会在生活中会叫你去创业什么的 大家长辈会跟你讲说其实股票很危险 没有错了 因为股票是上市规公司 好歹他们都是厉害的才可以上市规 其实你自己去创业 像他这样就是很伟大 你拿自己的钱去创业去养员工 但是他真的这个风险是最最最大的 好那其实平良心说 你们觉得从去年这样 就是说去年起来有好多的平民股神啊 或者是说有好多的散户第一次投资就成功 你也可以说他是新手运等等等等都可以都可以 总而言之这样过了一个一年的大多头之后 尤其在年轻人的世界里 可能或许是因为他的开始 相对来说刚好站在一个风头上 这个在风头上这个猪都能够飞啊 所以刚好在这样的趋势上的时候 顿时有些年轻人会觉得 好像操作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的难 或许有时候就会开始想说 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当一个全职的投资人 就否年轻人来说 可能在工作上有点不是那么的如意 那么的开心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我好像生病 听到越来越多人会觉得 他想要去当所谓的全职投资人 两位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觉得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啦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你有 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关于年轻人想要去做全职投资人这件事情 Rachel你先好了 我觉得以前可能三年前五年前的 我会说不要啊 这件事不好啊什么的 但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就是 你为你自己投资负责就好了 或是你为你的人生负责就好了 不管你是要当什么样的人 那其实现在的社会 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全职的啦 包含像我做财经验平方 我同时也在投资啦 那这些经验其实都是交叠的 那我其实为什么会很推荐古矮的书是因为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是 你也帮我们cue回来耶 佛心啦 谢谢你 佛心啦 他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啊 他说即使有胜率高的方法也会因为每个人不同 而未必是真的就是好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都是去找到适合你的方法啦 或者是适合你的人生适合你的价值观 那人生也不是只有赚钱或投资那么简单啦 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你想变成怎么样的人 那这是你的选择 你要为自己的 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 这样就好了 OK就跟你的财经验平方的终止一样啦 就是为你的投资负责 为你的人生自己负责 好了又进到心灵层面了 来古矮你觉得呢 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 应该你常常会碰到吧 有很多人问你说 我如果想要去当一个全职投资人 我都会叫你不要问我 你问我干嘛 你问自己啊 他问我说可不可以融资 其实我都会讲一个很现实的话 就是说你如果可以 你自己会知道 你真的不需要问我 也是 对如果你真的绩效很好 你自己会知道 但大家有些人会讲说 可能比方说是因为去年行情很好 所以他才决定全职 但我从来不会去酸 所谓的什么少年股神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酸少年股神 但我觉得你知道 每年都会有少年股神啦 认真说 所以没什么好酸的 对去年很多人受惠于行情 连我自己也是啊 就是我很少可以搞到一整年 直接这样翻倍再上去 然后可以去看房子这样 对 房子是意外啦 没有小孩的话 应该是完全不会看房子 对 所以就 我自己也是受惠于行情 其实大多数人都受惠于行情 所以没有必要去讲说 谁是少年股神 谁不是我什么的 但是就像是Rachel讲 你对自己负责啦 那全职 有没有说有怎么样的人 你就见他心意不要 有怎么样你觉得OK 我觉得真的很难讲 非常难讲 因为搞不好像我家阻挡你 我如果挡掉一个 台湾巴菲特怎么办 对啊 我不敢帮你决定你的人生 但是我必须得讲 我自己有算是全职啦 严格上来说 因为我不用去上班 我待在家里 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 我算是全职交易 但我之前很疯很疯的时候 就有曾经是那种 比方说我会盯盘 然后可能做很短一个礼拜 我只能说那个生活 不太像是人过的 很累 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样子的一天 长什么样子啊 你起床 你盘前一定要先看 说新闻子在讲什么 就你要知道 因为如果你要做 短线交易的人 你一定是要抓动能 如果说我短线交易 然后我玩一堆 冷门的股票 那是没有意义的 你要怎么样抓动能 很简单 其实整个投资的 那个供应链是这样子 今天可能会有某个上游 某个老板 他讲说他的东西很好 他就会放给一些杂志社 杂志社就会开始去写东西 写完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投信 就会进场 因为投信看到这个东西 有动能 动起来 他们会看到动起来 才出报告 但是这不叫出货 也不是什么 就只是很单纯 因为大家人手有限 所以我当然去写 最热门的东西 大家你要听什么 像现在你不写电动车 你要写什么 所以大家会去写这个东西 然后写的时候怎样 炒啊 大家放进去炒 所以你要去做 全职交易的话 如果你是比方说 做长期的投资人 我真的觉得你没有这个必要 你要会搞到 要全职 要盯盘的 一定是做短线的 可是做短线的 你就要知道 你整天就会花 一大堆时间在停损 在跟市场的消息 然后甚至有时候 你会发现说 你砍完之后就反弹 或者说你买进之后就下跌 就你会经历过 很多这样的东西 然后你会发现 你就是可能一个月 缴出去的这个 就很疯的时候这样 但是我个人 后来慢慢去看开这件事情 就是发现说 对你累个半死 然后可能你达到的绩效 没有那种 就是比方说 我今天看对放长一点 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的转变 也是讲更难听一点 就是因为你开始 越来越有钱了 所以我才会讲说 你从没有钱到有钱的那过程 其实是 那个思想上会不一样 当然有些人会说 这个就是转换 为什么富人的思维 可是我比较不喜欢这样讲 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算是 就是你一开始 会做很多很穷忙的事情 然后之后你后来就会发现说 奇怪了 我把部位画好 放进去给它跑就好了 对所以 你到底要不去做全职投资 很简单 你先对账单打开来 你绩效好 那你可以试看看 因为试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你适不适合 我告诉你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做下去之后 搞不好他绩效真的很好 可是因为可能心理压力大 他也没有办法成熟 对就像刚才Rachel 有提到一点 也是我书上有讲到这个观念 就是说 我就算我今天告诉你一个方法 比方说像是这个 07、08年Michael Burry 去用CDS去做空房贷 自己房贷 就算他那时候告诉你 我相信一般人 一定会被洗出去 因为他是先承受了 一两年以上的亏损 才捞到 对你搞不好 其实跌3%你就砍掉了 所以真的是一个方法 就算告诉你 你也不一定适用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找 适合这些方法 我有一点想要呼应 刚刚果然讲这个 钱多本金的这件事情 我记得我做 专门帮比较有钱的人 做理财那种财富管理的朋友 他们就说 他说因为我们每次 我们就想都会想要做 那说你帮有钱理财 那你最近都推荐他什么标的 你就会觉得 帮有钱理财的 那他那个标的应该很威 等等等等 就后来我记得他那时候 他跟我讲句话 他说你错了 这些有钱人 他的钱这么大 他根本不care 你可以帮他做10% 20%报酬 他不care这个 他只要你可以帮他 把那个钱保住 赚个2%3% 他的本金这么大 2%3%他就够了 他根本不care你 要去帮他赚一个10%20% 他根本不要 反而真的是我们这种 可能资金稍微少一点点的人 我们才会去努力 想要去追那个10%20% 那种感觉 这是我朋友跟我分享的地方 我觉得今天两位 非常的精彩 应该有些火花吧 没有好 大家都觉得没有 火花是怎样子 就是我要去投他的这样 M平方这样 参与他们的创业 是不是 他应该不需要 我看他们过得还蛮滋润的 因为我们可以私下逃 私下逃 我私下讨论一下 好啦 回到我们今天 今天会 呃 绝合这一场 录音的一个主题 那主要是因为 这一次 果然你的有声书 其实是跟凯莉 做的一个组合 我就跟他们讲说 选一个女生的声音比较好 那你怎么没有考虑我呢 不是 因为不是 人不做 凯莉不好意思啊 就是 因为我就是凯莉 我就跟那个 就是天下文化这边讲说 你们就找一个声音好听的 他们说 哎 你的听春应该想要听你的声音 我说啊 听都听腻了 找个女生吧 女生声音比较好听 所以他们就去找一个 可能觉得还蛮适合的人吧 好 那你觉得我的声音还怎么样 当然是赞啊 假之有下一本的话 应该没有下一本 这样很累 其实就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好啦 其实说真的 随着这个podcast 声势大涨 呃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听 听内容 或者是说听podcast 或是听这些线上的有声书 等等等等的 那个接受度也非常非常的高 你自己怎么样看 所谓的就是有声书的出版这件事情 你自己平常有在听有声书吗 呃 比较少 嗯 其实比较少 我还 呃 假如说我今天会听啦 比方说我都是比较那种目标导向的 我要听某个访问 或者说某个电台 他讲的某个主题 我也很少去 就是比方说某个节目 从头听到尾这样 我今天听到一个有兴趣的东西 我觉得用听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做其他事情 对啊 对 所以 我最近很喜欢化妆的时候听 对对对 然后不然就是我可以两倍数之类的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听的这一块 它还是没有办法跟视觉竞争 就是视觉还是人类获取资讯 就是视觉是最直觉 而且可能大家喜欢 所以 有点像以前是电视跟广播 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 YouTube跟podcast是这样的 podcast它的市场 一定还是会相对小 但是它会开始去填补一些 你注意力没有办法那么集中的地方 包括说像你开车 晒衣服 你不可能看着YouTube这样子 所以 这个市场很大 那出 包含说像是有声书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 对于出版社来讲也是一个出路 因为 因为现在在做纸本书越来越困难 以前可能畅销书是个几万本 现在你可能有个两千本 大家帮你拍手 对吧 所以有更好的管道 让大家 比方说那些已经不习惯上书店了 大家可能知道说 我用听的很方便 所以 这应该是一件好事情 好 这个再次的提醒大家 这个Gry的新书当中 除了有实体的书之外 其实也有有声书的出版 大家也可以考虑看看 这样子一个新的 用听的方式来接收新的一些资讯 那Rachel 我们财健平方 我们现在结尾嘛 这么工商服务时间一下 来 我们财健平方 是不是也有一个大型的论坛 最近要推出了 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吧 好 对 财健平方在5月22号的时候 会举办一个一整天的 全球总经影响力论坛 那这个论坛 我们其实会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 包含就是说 全球总经的议题 然后新兴产业的趋势 跟美股和ETF的一个投资策略 所以其实是从 从上到下的 一路从总经分析到 那未来十年 有哪一些产业 可能是在对的一个方向 然后再分析到 美股跟ETF的一个投资 到底是要怎么样 大家要怎么样去做部位管理 或者是要 follow哪一些讯息等等 要做哪些功课 那这个论坛其实是 第一届我们会举办 这么大的一个大型论坛 然后我们也会邀请到 像总经这边 我们也邀请到像 Izax 王伯达等等的这些 在台湾的财经界上 也真的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 一些专家来跟我们一起 共襄胜举 对 在这边邀请古埃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论坛 我可以去坐在下面听 5月22号把时间记起来 其实刚刚Ragio还没介绍完 其实除了刚刚讲到的 王伯达跟艾谢克之外 还有像是科技导读啦 还有像是Mua啦 还有Jesse 财经Jenny啊 市场先生等等 其实真的是 无影啊 其实就算我一开始讲 都是在年轻人财经界 然后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 对 因为就是觉得说 做财经平方 其实到现在也是迈入 第五年的一个 的一个时间了啦 那我觉得我更需要 就是聚集这么多的人 来去一起来 把这个影响力做得更大 然后再让更多的一个投资人 知道说 其实你们是有机会 有这么好的一些工具 有这么好的一些想法 然后 让你们可以为自己的投资负责 没有错 好 最后再次跟大家分享 这个财经平方 要开一个大型的论坛了 大家可以参考 像时间是在5月22号 另外呢 古埃谢梦工也出书了 如果你已经习惯 每天都要听一点内容的话 那么灰阶思考的有声书 可能就非常的适合你 当然会是由古埃来出脑 然后请到了百灵果的凯莉来配音 搜寻一号课堂 你可以购买单本的有声书 定价是400块 又或者是一号课堂 现在有优惠 一直到6月30号为止 一年是1980元 你就可以全管唱听 超过3000级的音档 是随选随听 里面呢 有百味的华人的名师 还有专家 一起来跟你说书 一起来帮你授课 不管是刚刚讲的 同情的时间 做家事的时间 化妆的时间等等等等 都可以让大家用听的来学习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的参与 谢谢 谢谢 也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我是叶子娟 最后希望大家 不管是投资 或者是人生 都能够轻轻的试单 看对的时候要加码 期待好事情发生 重点是要在极端值当中 保留弹性空间 拜拜 拜拜